今天在我們超甲族海鮮東販 我們特別安排了一場鯊魚秀 一條野生的紅甘 一條野生的海綠 都真的長這麼大 我還沒看過這個魚是怎麼變生魚片的 這一尾魚假設一萬或者五萬十萬 取出來的肉就剩這樣 是 當然啊 可以做生魚片只剩這樣 超好 我終於知道我有錢在哪裡了 今天在我們超甲族海鮮東販 我們特別安排了一場鯊魚秀 讓大家知道日本料理的魚是怎麼解魚 是怎麼做成生魚片 給大家科普一下 畢竟我們是一個知識型的頻道 我是一個知識型的Youtuber 我們今天舉辦了一場聚會 就是For我們黑卡的兄弟 滿桌的這個 這樣的海鮮盤再加上四罐 像握壽司這樣子1200 連成本都不夠跟你報告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的一個 黑卡感謝祭 然後讓我們今天黑卡兄弟 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各位兄弟 今天開心喔 等一下開始解魚秀了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超辦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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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說的就是這兩條嗎 對啊 一條野生的紅甘 一條野生的海莉 都真的長這麼大 玩得看過這個魚是怎麼變成魚片 你只是一條二十萬先付了 都還沒看到魚嗎 看不到 看不到 在海鮮市場是五分鐘之內就要決定了 好 請我們的日料 30年經驗的榮哥 給我們表演一下解魚秀 請小葉師傅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尾魚的特點跟我們的魚 跟別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船員釣起來之後 活體的時候就已經給牠腦腳 在船上放學 因為這樣子會讓牠不會產生酸味 這一尾是什麼 野生紅甘 現在這個季節紅甘比較肥美 解魚就是每天必須做的工作嗎 是 我們都半夜買回來之後 馬上當場處理它的魚腮魚肚 魚內臟 避免牠肚子裡面一些食物沒有消化完 或者是裡面有殘留的血 我們必須要儘快處理 儘快地把這些內臟取出來 然後避免魚肉產生分解 是 請問一下榮哥是不是 日料要從最基礎的工作開始做 對 比方說鯊魚就需要很久對不對 哦 兩年 兩年 一開始要學基本功嘛對不對 那我生不教啦 龍哥現在是在取那個紅甘肚的 鍍膜跟魚刺 這一塊是最好吃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真的 這塊裡面有骨頭耶 有有有龍哥已經取好了 那等一下會請大家試吃 熟成過跟沒熟成過 有放學跟沒放學的差別 好 為什麼人家說熟成生魚片的美味 更上一層樓 凱哥好 凱哥好 你應該也沒看過 一條魚在你面前變生魚片吧 我看過一個女生做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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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剛剛那一塊就這樣丟進去 這個中骨煮魚湯 中間都有刺 有骨頭 煮魚湯很嫩很鮮美 這一尾魚假設一萬 或者五萬十萬 取出來的肉就剩這樣 是當然啊 可以做生魚片只剩這樣 超好 我終於知道我的錢在哪裡了 超級鹽一個大塊 對 如果他們沒有那麼油的時候 它會像果凍一樣的顏色 它有油脂的時候 它會分分的 因為它就有點白色的油 它連筋 你看它都化掉了 超溫的這個 就是食材不要在你手上的油脂這邊太多 對 手的溫度就會影響到魚的鮮度 看在榮哥這樣做起來 就覺得這個臥壽絲一定很好吃 各位兄弟 先吃吃看這個沒有熟成的 兄弟來 直接用手打嗎 那 哈哈哈哈 從一整條魚變成臥壽絲 到十分鐘 對啊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對比組 熟成生魚片的臥壽絲 這兩者之間 就有很明顯顏色的不同 這個是白皮油漆魚 海中和牛 它的油脂跟一般的鴻乾 是沒有辦法分別的 尤其在這個季節裡面 它的油脂飽滿 對 11、12月的時候 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為什麼吹東北季風 它油脂會比較好 因為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會變冷 然後它會吃很多東西 就跟冷一樣 冷的時候就會想要吃 這個油花真的漂亮 我也知道為什麼它叫海中和牛 因為這尾魚花了我很多錢 所以你現在在身上畫刀 就是要斷金吧 是 等一下會讓你們吃的時候 口感比較好 小葉也有超過25年的 這個日料的資歷了 我是喜歡魚 可以待在魚市很久很久很久 裡面會有一些老前輩 他們怎麼挑魚 老前輩會教我們 我會偷看 小葉師傅是一個魚吃 也是一個魚狂 他一天可以在魚市場待超過10個小時 還有凌晨回來要解魚 還要做熟成 就像我們待到早上7點 還捨不得回家那種心情 你在魚市場堅持的動力 應該跟他在那個酒店堅持的動力一樣 這叫做職人精神 對職人精神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情 就會有所成就 所以我相信你會有所成就 尤其捏完手上全部都是油亮亮的魚 包含油脂 海中和牛 果然名不虛傳 讓它滴上一點金結來提味 看它本身的味道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要用金結的一點點酸味把它提出來 是 看日料師傅在處理這個魚 我覺得就好像看一個藝術創作者一樣 有很多的堅持 我們最主要生魚片經過熟成的用意 除了它可以保存 然後我們也可以永續駭鴨 不會一直捕撈 捕撈來之後你一天用不完 隔天它就壞掉了 然後你又再去買 大海中沒有這麼多魚可以供食我們吃 那主要說熟成 是要讓客人感覺到這個魚 原本它的甜味在哪裡 因為一剛開始活體來的時候 直接切給客人吃 它的酸味其實是很明顯 那我們把它放在鹽冰水中 讓它靜置下來 兩三天之後我們再宰殺它 然後宰殺完之後放到熟成室 讓這些魚的甜味能更提升出來 產生更好的味道 其實剛剛吃過兩種 真的感覺那個肉質吃起來不太一樣 這其實很難形容 也許我待會要再多吃一點才能形容出來 不過像剛剛師傅講的很好 新鮮的魚馬上補上來 你就要一直的去宰殺它 那是不是每天都要去補 每天都要去補 那我們做成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魚像他剛剛講的海洋的永續 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今天也讓大家久等了 今天我們準備了很多我們黑卡的回饋套餐 波士頓龍蝦 泰爾蘭黃金蟹 黃湖早上寄來的明蝦 日本的北濟貝 媽祖生蠔 還有大溪 今天早上凌晨抓到了布拉儀 這個是基本的套餐 然後包含這些食材 全部都是請我們黑卡的兄弟們吃光光 今天大家就是吃得開心 1 2 3 炒拜 中文兄弟還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可以 好好吃 恭喜你 這個如果以我做餐你這十幾年 我吃到這個真的是夠水準 一年到五 謝謝 謝謝 妹妹好吃嗎 好吃 不是日料控對不對 對 聽說他很喜歡吃醬油對不對 我很喜歡吃壽司沾醬油跟芥末 但是今天吃叔叔他的店呢 我看你沒有什麼沾 我沒有沾耶 為什麼 因為新鮮 就很甜啊 這個不是自己叔叔在講這個話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我看起來很誠懇 我想我們自己說自己好不好 倒不如我們來訪問專家 這個是我的前輩 離我們早入門的都是前輩 我跟大家鄭重的介紹 洞賞何時 也是我的黑卡會員小豪 來 謝謝邵哥 洞賞何時當時拍了四支影片嘛 第一支幾百萬人觀看 所以洞賞何時造成捷運站被癱瘓 他從地下室開始排五六十公尺 排到捷運裡面 二人被載走 第四支螃蟹技更誇張 當時大概排隊 兩百三百公尺 我們以往自己船在抓嘛 每個產季一天大概可以買個兩三千隻 後來那一陣子每天都是破萬 後來就颱風來 賣到不夠賣 我們可能說 我可以退你錢 大家不要生氣 我不要 我要螃蟹 我不要你退錢 我玩之後我也不知道怎麼 他把我電話掛 我不要錢 我要螃蟹 今年颱風比較多 連三個 台灣同侯炙燒 這個太好了 這個是 上面應該取魚乾嗎 沒有那麼 這是海利魚乾 這吃的真的超好吃 所以這個魚是 紅喉吧 炙燒紅喉 來 首先我們請妹妹幫我們品嘗一下 用表情來整 我不得講喔 好 來 掃 吃一個 我都還沒有咬到 全部的香味就已經跑出來了 入口即化 對 然後它那個乾有把那個香氣擠出來 加上那炙燒的味道 它的飯沒有捏緊 很鬆軟 握頭是那個師傅的功力 是蠻深厚的 下次會叫他們在炙燒上面的那個 海利魚的魚乾 再多燒一點點 相信那個油脂再融化以後會更棒 我的東西不管好與快 我都會講實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可以再要求再進步 來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 謝謝專家給我們點評 來 謝謝 妹妹 謝謝 各位兄弟 東西應該還可以啦 有用心在做 希望以後大家兄弟友誼長存 喜歡我們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不一樣的超派 不一樣的超假組 一二三 超派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